长辈眼睛老化 没有正确佩戴老花眼镜 容易造成头晕 甚至引发白内障 荧光未来创新协会传爱偏乡 今天就到新竹县宝山乡 替200位65岁以上 和中低收入户长者 免费艳光佩镜 长辈都说终于能够看清楚了 下巴靠在仪器上 阿波坐着轮椅来检查眼睛 荧光未来创新协会 在宝山举办近老眼镜传偏乡活动 为200位65岁以上 和中低收入户长者 免费艳光佩镜 艳光的过程 我们这25万的长辈当中 有非常多都有青光眼 白内障 黄斑部病变 都是因为这样检验的状况之下 才检验出来的 除了给他检查眼睛 有没有病变 比如说青光眼 白内障 或者是这个黄斑部的病变 检查完毕之后 也会给他们配一副眼镜 眼睛健康的话 你就会看什么事都清楚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协会创办人朱立伦 到场关心长者眼睛健康 因为全台老花眼 就诊率仅1% 九成长者在市场夜市 购买老花眼镜 忽略专业的艳光配镜 度数不合下 造成眼睛疲劳 头晕 甚至引发白内障 协会帮助偏乡老人 势力检查及配老花眼镜 迈入第五年 现场来了200位银法族 都说势力越来越模糊 开心终于能看清楚了 其实我很早就有老花 对 差不多40岁左右 开始老花 对 后来就是因为 我先生他有 他先老花 他用过的我再继续用就对了 有时候就在外面买便宜的 之前带的可能只有300 我现在看起来东西就是有一点模糊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再配一份 然后来增加我的势力 目前涉及的人口当中有五分之一以上 是达到65岁以上的高龄 藉由这次的活动能够配到适合自己的眼镜 让他的未来看到的世界是更加的亮丽 更加的光彩 连两年到额眉北浦服务 而宝山65岁以上长者占全乡五分之一 更需要照顾 未来也将深入坚实五峰山区 让交通不便的长者眼睛更健康